张继聪今日骂着太太 郑安琪身穿情侣装 现身一个社交媒体的颁奖典礼 两夫妻首次一起得奖 感觉新鲜 近日网上流传K 因为无份入为港台颁奖礼 而对港台及无线颁奖礼 反封杀的传闻 K今日也特意澄清 其实我自知自己自给自足 小公司经营都几年 都很努力去做好自己的音乐 都发掘多些渠用 譬如好像社交媒体 都是我们发掘不同的知音人的地方 但是其实宣传真的很重要的 所以在我心底里 一直都很尊重所有的媒体 不论媒体全都很尊重的 讲回派歌 其实我们有正常派歌的 所有的电台那些都有派歌 只不过我都很理解 不同的媒体和媒体都有自己的机制 有自己的规则 所以其实未必每一次的高级 都会得到很多庄告或者电话 所以我自己都将这些东西看得很开 最主要都是想做好自己的本分 做好自己的音乐 或者做好自己现在 有其他的想法 有时做一些可持续生活的小项目 有很多其他的东西一起进行中 所以其实没有 我想那些新闻都是一定不同的 大家可能少见了我的歌曲 但是其实我有很多不同的类型的工作 有些时间分了去拍戏 所以可能大家有种错觉 但是我们是很深怕 我们对所有的媒体都是很尊重的 同场出席活动的 还有孙慧雪 陈柏宇 黄军兴 苏浩尔等 为人四个半月的雪雪 身穿白色年身群衍生 土特特的雪雪 看上去就好像抬着六个月的 寶寶那么大的肚子 是的 很多人都问 其实你是否下个月就生 我以为你双胶胎 不是的 我现在只有一个 那就是四个多月 是否跟上胎差不多 其实好像比上胎更大 不知否则第二胎的肚皮鬆了 怎么回事 我就在想 为什么你这样 然后我先生也很担心 你说 糟了 四个多月这么大 会不会爆 经常这样问我 但你自己行动方便 有没有不便? 我从来很灵活 对 可以的 大家也很关心 你在阿维家那条线 对 其实我还未知道 我一直在上班 但是 还未知道 对 现在还是用一件大衣 掩着 陈柏宇的太太 傅晓媚临盘在职 为了多些时间陪家 Jason也说 未来会减少工作 专心照顾老婆 迎接BB出生 你是不是差不多要休息 即是开始停工去陪太太 差不多了 预备定了 因为随时 如果早产的话 生日的话 就不用 你这么下班 是上班的 但是今次 会不会说 因为之前已经有经验了 今次会不会说 准备了些东西 没有那么紧张 没关系的 上次都有准备的 是 但是你没得准备 它多早 如果它要早的话 不紧张 兴奋 但是一点都不紧张 才会休息多少 停工多久 然后再开始做一番 我不会停完的 尤其是生了之后 更加可以做 都可以 但是当然 就不好 我可能会不做 访问 拍照 那些东西 对 演出那些 我都会照做 因为演出的时间 都容易控制 早前才推出 一首新歌的黄军兴 就透露 今年的工作 非常忙碌 近日已经开始 录制新歌 其实现在都在录制 录制广东话歌 还有希望 其实都在谈电影和剧 但是 对 程序交给经理人 因为我都很希望 今年是可以 开到一个 maybe small music show if it's possible 好 看一看 自己要努力一点 练歌 你今年是否都是 把重心放在音乐那边 我想的 如果我可以控制到 控制好自己的时间 我也想 因为是 something I'm really passionate about 所以 希望 even在social media 都可以做更加多 可能唱歌的东西 有些都很紧张 习惯在social media 跳舞 但是唱歌 我都要练多一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